万物生灵 虽然你只是一块石头 但都是要历劫的 那 我会有什么结束 情结 我只是望穿边上的一颗石 石头的灵魂石头的心 无情无伤不惠东西 喊来的什么情结 你这白胡子老道 说得可真好笑 可是 万事总有一个意外 羽翼配音组出品 九路飞香原著 三生望穿无伤 欢迎您的收听 公子 公子 敢问方明 黑白无常老实说 有诚意才能办成事 我这又回又磕头的 算有诚意了吧 我的三生姑奶奶 擦擦你满头的血吧 你做这副厉鬼的形容 是要吓跑谁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当然不知道他是谁 我这不是正在问吗 姑奶奶 这是天上的 大墨西 大人 大人 三生姑娘 此生接受在望川河边 名府 乃是粗鄙之地 姑娘 不懂此件理说 还望大人见料 三生 这名字倒奇怪的 有些味道 起来吧 您借的石头 竟能画铃 确实是骑士一桩 只是你不知我是谁 却为何要对我行着大礼 你长得漂亮 我想 我想勾搭你 倒是真是个爽直的领悟 那我可以勾搭你吗 此番我是为了立即而来 不会在名府逗留 你一直都守在望川河边 是 可想去外面看看 行 当然行 此番我受了你这破头流血的习拜 也不能让你白白地败了 既然你想出这名府走走 我就许你三生的自由好了 我立即的三生 便是你自由的三生 我立即归来之后 你还是乖乖地回到望川河边来守着 如此可好 好 那 我可以去人界勾搭你吗 你若能找到 并勾搭吧 三生姑娘 莫不是对墨西大人动情了吧 墨西神君身思九天战神一职 上天下地无所不能 可是他 却只心系天下 心中啊 只有天下苍生 没有半分儿女思情 战神这种杀气腾腾的职位 怎么会是他在做呢 他明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 善良 当初魔族犯上 十万魔兵攻上天界 墨西神君 率三万天兵将 将其全部斩杀 一少圣多不爽 后有灰君直下九游魔都 杀得整个魔域血流成河 十年不闻魔音 但凡三岁以下的魔族 全部杀卷 这件事情 我倒是有点印象 小鬼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事 不过 我现在 得回石头里收拾收拾了 姑娘要去哪里 我要去人间 勾搭她 妖狐 拿命来 妖 你认错了 我不是 哼 你身上的阴系 早在三里之外 我便闻到了 休要狡辩 你 要不是阎王警告我 不要伤人信你 我早就给你拼礼你死我活了 三十六计 先走为上 妖孽休走 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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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墨西的肉团版吗 得了群不费功夫 妖孽 哪里逃 毅剑诛杀 你的孩子乃不祥之人 能招来此等妖孽 此后必定可敬亲近之人 兔驴休有狐言 妖孽 方才你趁我不被偷袭于我 这次劳团 定要将你收了 于是在之后整整九年的光阴里 这兔驴一直在追杀我 直到 黑白无常兄弟收了他 再生姑娘好久不见啊 黑白兄弟 幸亏你们来了 我都被这兔驴追杀了九年了 你们终于来解救我了 再生姑娘 这和尚为什么要追杀你啊 说来话成 你们回去一定要告诉孟婆 让他给这和尚多咬点汤 让他下辈子吃傻呆乐 一生凄呼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这里的梅花怎么都凋零了 好可惜啊 你是谁 我叫三生 是来勾搭你的 你娘呢 死了 既然你娘已经过世 那你的事便却由自己做主了 你且记着 从今天开始 我便算是勾搭上你了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依着凡人的规矩 我算是你的同样习 你且叫生娘子我听听 三生 是娘子 三生 娘子 三生 好吧 那就叫三生吧 墨西 你想不想去书院读书 之前 有和尚说我客进亲近之人 镇上的书院 都不愿意收我 那 我给你一定金元宝 你围着书院转个圈 父子肯定会收你的 在我如此精心的教育下 墨西不出意料的 长成了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 他的容貌身形 于我在名府见到他时一模一样 这样的天人之姿 在人世极是少见 加之墨西又聪慧非常 在小镇一带 竟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人 老在屋里躺着也不行 三生还是得出去晒晒太阳的 太阳对我来说只会是毒药 对我身体没什么好处 今早下过雪了 院子里的梅花开得正好 去看看吧 好吧 就陪你走走 墨西 你知道我最喜欢这红梅暗香 琴雪轻盈的景色 但你可知为何 大概是因为 三生你的脾气 与这梅很是相似吧 三生 喜欢看我 喜欢 墨西 叫生娘子来听听 三生 你也快入惯了 我寻思着 我这童养席做了这么多年 也该负证了 干脆你寻个时日 将我给娶了吧 三生 三生 迅父大人前日来找我 他 他说让我 去京城做官 我想去 男儿志在四方 你要去做官 又不是要去打劫 朝堂也是一个施展报复的地方 我一直望你能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如今 你有着才干何机会了 大胆去做便是 望着我做谁 我做官 却并不是为了什么报复 如你所说 我已经快若惯了 我 我也一直在寻思个日子 给你提澄清这回事 可是 三生 你却总是靠我那么一步 我想与你成一个家 但是我一个男子 却断然不能一生都这样让你养着 我想凭自己的能力 许你一世美满幸福 我 三生 你愿意懂我两年吗 到我功成之日 便回来去你 我 这一刻 我竟然说不出了一个步子 莫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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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熙已经去了京城了 听门大将军之女师倩请追求你 却被拒绝了 朕已有未婚妻 非她不娶 朕有些好奇啊 是怎样一位家人让你心心不念了呢 不过 朕迟早要对将军府下手 到时候 还要劳烦莫熙 会朕出谋划策了 臣遵旨 莫熙 三生 你怎么来了 怎么这么快就寻来了 我本以为再怎么也得等上半年才是 你独自一人来路上辛苦吗 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现在饿不饿想休息不 是我多虑了 三生向来都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你怎么找到我的 方才走在街上的时候 看见你拒绝了一个姑娘 我就一直跟着你了 三生 那是 那姑娘模样不错 就是个杂了些 不如我这般配女 这是自然 除了三生 谁都与我不配 你明白就好 我去与楼上的客人道个别 就先你回去休息 嗯 跟着 快 真的有个女人 墨西太真的带了个女人回家 不错 我就是她的女人 自小便与她睡在一起 有何指教 凶得欺负我们家小姐 不要你这些乌言慧语 乌了我们三家的耳朵 她问我答 去去属实 哪里误会了 大胆妖妇 竟然敢对小姐无礼 来人呀 拿下 我最讨厌别人拿剑对着我了 我最讨厌别人拿剑对着我了 要 要过来啊 你 你别过来 你叫 师倩倩是吧 就算再喜欢一个人 也要有自己的尊严 这种上门找茬的事 以后别做了 墨西的这三辈子 都已经被我给定了 你若真心想勾搭她 三辈子以后再来吧 三生 嗯 我听闻 今日有官兵来过 官兵是我打跑的 师倩倩也是我赶走的 怎么 难道你想娶那个将军女儿 倒是我不对 毁了你这桩姻缘 你竟如此不舍 我去把那姑娘给你找回来就是 我看她对你用情到还是挺深的 三生 你明知我并非此意 你 也能为我吃这番醋 我心里其实是开心的 只是 只是 那些士兵说你是妖怪 明日要请大国师到这里来除妖 三生 你要不要 避一遍 避 为何要避 我不是妖怪 墨西 难道你一直把我当作妖怪 你让我避 是害怕大国师戳破我妖怪的身份 不是的 没错 我与你一同生活了这么多年 容貌没有半分改善 想生火的时候便能生火 想吹风的时候便能起风 你认为我是妖怪 虽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现在 可是怕了我 我为何要怕你 你是妖怪又如何 我只知道我的三生并不曾害过我 我并不是一个无心的人 你怎样待我 我都记在心里 即便你是上天海里的妖怪 我也照样喜欢你 那你在怕什么 我怕你被欺负 你还记得 当年欺负你的那个王小胖子家的后院吗 被烧的一根草也不剩 被欺负没事 只要欺负回来就好了 你的袖子怎么破了一个口 无妨 不过是今日与几个士兵发生了口奖 挂到了他们的铠甲而已 脱下来 我等下帮你防缝 摩西 当朝的皇帝 可是个好皇帝 陛下是个圣君 那个兵权在握的大将军 可是个好将军 若论带兵打仗 确实是个人才 但安稳天下 炙守国家 却不需要他那份杀成血气 那除掉他 民生可会更好 少了大将军的制约 皇上能放手改革 民生自然会更好 三生何时对这些事感兴趣了 你若帮百姓除了大将军 你可会开心 自是开心的 我知道了 夜深了 你明日还要忙 快去睡吧 沐西怎么会无故与别人发生口角 竟是她听见了有人说我是妖怪 才能忍住脾气 与人起了争执 而我今早与江京府的那一堆人动手 更是将沐西推在了一个风口浪金上 做什么 我也不能做她的拖累呀 说到底 这三生终究有声明虚我的 用这一声来替你挡劫 也没什么大不了 更何况 今生我还是你的娘子呢 相公要做什么事 我自然得确定支持着才是 墨西 也是长安 大国师 你这妖怪胆子到大 竟敢独闯我国师府 我不是妖怪 阴气逼人 若不是妖 你可说说你是何物 你又怎么确定我是妖怪 是与不是 我的三昧真火 厌我便知 可以 但是你必须在人多的地方 将我架在台子上烧 让民众都看见 最后若是烧出来 证明我不是妖怪 你必须用你大国师的身份 向天下宣告 你杀错了人 你不要相耍阴谋诡 唉 你一个修道之人 心思怎能如此不蠢 罢了罢了 我也正赶时间呢 就现在吧 走吧 小君是相死人 非常努力 小君是相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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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就是他 他是妖怪 安慰过了少数狼的心智 可对我家小姐是以毒手 你这与我家小姐之急不行 国师 大国师 你一点点把我们将此药除了 一切后 appointment 你有何边界 我真不是妖怪 你欺负我阿姐 你是坏人 你又抢了我阿姐喜欢的人 墨西哥哥明明是喜欢我阿姐的 都是你 小子 你姐喜欢她 可她喜欢的是我 不在空中的尊卫 怎么样 你 你快帮我下来 妖女 你救打伤了我的小少爷 救打伤人 小少爷 你没事吧 让奴隶看看你有没有被吓着 这妖女终于化成灰了 愿皇上能保我祈平安 女子终归只是女子 皇上 三生乃是陈敏辉所幸 莫西 遇见你 三生有幸 出了何事 三生 我以大国师之名 为三生 为三生重庆 他并非妖怪 我叫三生 是来搁搭你 当心 我真是盼着见你 那不住长夜寂寞 便来寻你了 咱们还是早些 将亲事办的 好 没事 只要欺负回来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四生 我在 四生 我在 虽然在他眼中 我已不在 莫西的此生 三生 三生已不在了 莫西 下一生 下一生 我定不再喜欢上你 我也诅咒你 定不能与你所爱的人 在一起 你永远都不得 与他在一起 今生你助我九族 若有来生 我定将你牵手 杀了你最爱的人 你和他有生有世 都不得善过 大闹行程 你们不得吓我 你们不得吓我 你 妖斩 你以为他会会回来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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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长 火鬼 雷 幽息 髓 하나 你本身为何 我 九族 你 establishment 四手 是谁愿为我跳的 你不议 大哥是啊 好久不见 你的容貌倒是没多大变化 你为何还不如轮回 我等人 是我害的你们天人勇哥 你在地府等了他一生 他在人间 为你守了一世 断了你们今生的缘 是我的过错 因果轮回 此生我欠你们的 下一世 定会将他还回来 不用不用 这是我与墨西之间的事 犯不着将你这万人扯进来 哎 纵使你今世 再是个道法高深的谷师 一晚孟婆汤下渡 一座奈何桥跨国 一口轮回锦月下 前程往事也都忘得干干净净 下一生 永远弥补不了圣影时的不错 三生 我怎么看见墨西了 你个天哪 说草草草草草草就到 我没有眼花吧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这回倒是知道躲了 知道害怕了 你怎能不由着我抓 由着我烧了 知道自己这条命得来不易 舍不得丢了 墨西 你是在气我 气 我何其之友 你护我一生 又以身作盾 替我当劫 我谢你都来不及 哪更有气 你就是在气我 不许哭 罢了 说到底 其实是我的过错 不过你身上的阴气 怎么那么重 因为想着你快来了 所以我日日用河水梳洗 我都将东西好好收拾着 就喷着你下来 墨西 你什么时候去投胎 我同你一起去 一起 当然 五十年内 你不得出名府 为何 你说过 许我在人世火三生的 你也答应过 让我勾搭的 没错 不过是让你五十年后 才去罢了 可那时 你应当是个 行将就目的老头子了 我找到你后 与你在一起的时间 会变得很少 如此 便别着了 我不想让你成为我的结束 三生啊 阎王 听闻你这几日正为墨西神君伤情呢 哎呀 别别别别别 今日我来找你啊 便是要替你解开这心结的 你若是再哭下去 这望穿水 至怕是真得泛滥一次了 三生啊 你可知 墨西神君此次下界 是要立哪三结呀 不止 爱别离 愿增惠 求补得 神君上一世立的是 爱别离这一结 四命新君的命格本上写的是 墨西神君与大将军之女施倩倩相互喜欢 却碍于阵营不对 一生生离 是爱别离之苦 但是 她的命格 却被你的出现打破了 你最后 也阴差阳错地 成了她的结束 那她为什么 要将我锁在民府五十年 哎呀 神君无非是想将你去人世的时间 与她错开 她不想再让你变成她的结束啊 她是在护你呀 请你愁解消散 一生未堪 杀劫万情 就此疏狂 不过是书写前行 分尽命魂魄散 悠悠何妨 世事无常 你每眼 如初 深情自不忘 优优独播剧场—— 长江青 母亲 汉风 茶姑一烦 怎得 汗 没 又香 尘是 懂 副笑 作 煤炭 一壶 灼 灼 酒 情欢 音不尽 这 时间 驱散沧桑 沿不住这漫目离合悲欢 诗之素不尽力 愁尽消散一声为叹 杀千万行就似疏狂 不过是书写前行 分尽命魂魄散 悠悠何妨世无常 你眉眼无处 深情赐不忘 那曾笑的三声 刀足且长暗赐思量 三界情愫大梦入住 心曾道别是茫茫 这一路风霜 能与你勾想 纷纷收场 往世界一起 与情节刻般 三十里远的忘泉已无伤 三十里远的忘泉 三十里远的忘泉 三十里远的忘泉